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当过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但是您现在的生活是个什么状态呢 吃喝玩乐 沈公非常有意思 今天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们 今天扎老师来说老实话跟王硕的观点有关 所以这两天沈公你看你得指教我们 你像我收到我们领导的一个信息 就讲强强三人行王硕的节目出了脏话 这样的脏话没剪干净 这件事情深深伤了许多凤凰铁杆观众的心 我看了你们昨天的节目 我认为其实这脏话是最次要的 不能这么说 个人观点 就是说观众朋友们 这些铁杆观众他们心疼 他们惊诧 所以我们领导让我们一定要吸取这次深刻教训 维护凤凰卫视高尚纯洁的形象 所以那天北京某报的评论员 就我们脏字的问题写文章批评我们 我因为请来当面让他批评我们 今天我再说 我道歉 都是我的错 是我把关不严 标准犹豫了 确实就是说我们台其实是很高尚纯洁的 但是难免也混入个把这种落后分子 意见分子 麻烦制造者 我说的就是我 就是我 不是我 这是我的责任 我觉得高尚纯洁 我们无限接近 但是毕竟我水平低 做到哪一步 算哪一步 就没做到之前 我只能说我还不高尚 还不纯洁 但是咱们努力 对吧 以后一定注意 但是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也闹得很大 跟人身攻击有关 所以我也得讲清楚 一下 就是说王硕所谓的 现在外界闹的 骂杨岚老公的这个话 他不是枪枪三人行公开播出的内容 你细考 真正说这句原话 说某某是骗子 这句原话 最早出现在 不是出现在枪枪三人行 是出现在北京某报上 所以说人家评论员 批评我们这个文章讲 就是说王硕可以随性 媒体不可随便 说得好 我们虚心接受 同时我也把这话 也想送给这家报纸 还有所有的媒体 咱们共勉互相帮助 共同进步 这事就算了 其实扎老师 为的是更重要的问题 对吧 我觉得是观点上的不同 不是光是语言风格上 因为我先得声明 就王硕也是我的朋友 平常私交都很好的 而且我认为 王硕其实为人是 在朋友当中是 他是很温柔 心地很善良的一个人 而且作为小说家 我尤其认为他90年代的小说 我真的认为是开封器之先 他有一种特别的语言风格 消解了当时很多 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的一套 为善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我觉得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我本人认为 我不认为他是一流作品 因为里边有一些明显的硬伤 但是我们不是讨论这个作品 我说的是 就他作为小说家和作为人 都是我很喜欢 他很可爱的一个人 我跟你讲 我纯粹是观点上的 就是坦白说 就我犯这次错误 咱就到灵魂深处 也确实有 就是说我个人私下里 就跟你一样 对他的某种喜欢 某种兴趣 有关系 把我给谎了 但是就是说 我有一个梦想 跟马丁鲁德金 我希望不同的人 不同的观点 都有机会 在枪枪三人行里讲话 所以这个 沈公您这个知识那么丰富 那天王硕是在这 说完了 扎老师就给我们打电话 就说 王硕怎么能这么说呢 他的很多观点 你不同意 比如我说 就是说他讲到秦始皇的时候 说这个焚书坑儒 他说焚书是对的 坑儒是不对 坑儒是对的 而且坑400个儒生还少了 我听了毛骨损然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里面 讲的这个众生平等的观 和他的军队的这个生活 他在三联生活周刊上 那个长篇访谈里 也有这方面的言论 比如他说 中国革命的核心价值 就是一个平等 然后平等的 那中国革命的最大的成就 就是让知识分子 献了一回眼 就把知识分子打下去了 那么呢 因为这几千年 就是他 包括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就是 市这个阶层是高高在上 骑在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 那么所以知识分子打下去 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 我是 我觉得他这些话 他可能是一种 由于他是军队大院子弟出身 像他自称的是 他是毛泽东的孩子 那么由改革开放之后 这个整个这个军队大院子弟 阶层的这种心理落差 臣服 可能有一种意气用事的东西 不够理性 我觉得里面 讲平等和军队 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 有一种逻辑上的混乱 你比如说这个坑儒这件事 这坑儒的当时坑这四百儒生 就是说因为秦王 他也讲了 秦王暴政 他用的都重用的 都是一些宁臣和酷吏 那么儒生设了70个博士 是形同虚设 不许人家讲话的 因为有一个唱颂歌的 可以一个纯玉乐 讲了几句话 他马上就就焚书 就全都不尸不尸骨 他讲了几句话 焚书 这个跟自己意见不同 然后下面坑儒 就一个侯生 一个什么儒生 讲了几句 说这个皇上刚愎自用 事无继续 就是天下之事 结绝于上 秦始皇他倒是很勤政 他那日夜在那批文件 一袋文件 就是说一时 就是120斤的文件 那时候没发明造纸书 它是竹简 他每天日夜 他要批120斤的文件 但是他不信任周围的人 他不信任这些儒生 那你我们不能要求儒家 说你要求孔子 说2500年前 你要发明民主制度 那不可能 你对古人太苛刻了 对吧 你实际上这个儒生 他的传统就是文死 文死见无死战 对吧 这个文人 这个文臣的 他就是要禁言 他要批评皇上的 他要有这个 他是其实当时的一个 比较有智慧的一个制衡制度 你把这个言录堵了以后 那他的暴政 没人敢说话 那就是后来司马迁说的 就是说秦皇的时候 他这个秦政多禁忌 很多严禁 这个话没出口 人头已经落地了 所以最后是忠臣不敢见 谋事不敢 叫什么忠臣不敢见 是谋事不敢谋 不敢什么 反正这个原话 所以没人敢说话 他暴政没有人提建议 那么就亡了 你如果今天还提倡 这种反制主义的 反制分子的 我觉得是很不负责任 那到后来到我们当代 就是反右 反右之后死的那个人 你要想 死了那个人 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本身受言录 受尽的问题 最后死了那么多的人 他是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哪有那么多知识分子 死的是老百姓 因为没人敢提意见 那专业的人士都闭嘴 对吧 而且我下面还要说 就是说他对这个军队的 说把军队做成一个平等的符号 我觉得也是 军队是什么 军队的话题 战老师咱待会儿再说 沈公好久没说话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刚才讲了这么多 就秦始皇 焚熟坑儒 现在确实也是文化界 谈的特别多的 沈公什么意见 我是 王叔当时发表的时候 我不知道了 后来跟杂建英交换意见 我非常同意杂建英今天说的这些见解 我应该补充一句 据我记得 这个说法 就是坑儒还不够 这个说法 实际上五十年代就有了 实际上是 这个话是不是毛讲的 我不知道 我忘掉了 总之当时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应该说是跟后来 五七年乃至这个 文革 以后的历次的政治运动有关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跟王叔很熟了 蒙王叔先生看得起 我是老年人中间 跟他有交往的朋友 为什么 他到交往都是青年才俊 我算是老年人 而且我能够经常出入当年的王叔开的酒吧 我们叫王八 他玩这口 王八的一个好处是这样 我可以去别的八我去不了 为什么呢 王八能去 他那聊天 聊到了十点钟 我假装上厕所 我到二楼的王叔那个房间里去睡一觉 睡了一个钟点下来 十一点钟再继续聊 聊到两点钟 大家说这个沈老这不简单 我们一天聊天聊到两点 几时我已经在上面睡了一觉了 这个没有别的酒吧 我没熟 也不熟悉 也没有这个 就只有在王八 有游戏 有意思 所以我经常去 而且那里文化人也特别多 那沈老您看 这个您就跟他都在酒吧里夜场都混过了 应该是挺了解了 就是外界说的 你认为他神上是不是存在一种 比如说仇视知识分子 或者说是这么一种 仇视那种儒家的尊卑等级秩序的这种观念 那我看我只能够说 他有一点 我也许说的那个 我对王说没全面分析 我觉得他有一点喜欢故作惊人自比 语不惊人死不羞 故作惊人自比 就语不惊人死不羞 所以对我这个研究说话的人来说 我把他当老师 不是说观点 观点我反而有点稀里糊涂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接着再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有一就是对知识分子 有一种讨厌的情绪 比方说中国的知识分子 大都是软骨头 就讲这些话 胆小 而且说比如说反右 或者说也有一种观点 说当时实际上究其实质 是知识分子斗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掐死知识分子 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沈公 您是过来人了 您对这些个议论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我 王叔说的这些东西 没有新意 基本上是五十年代的一些观点的翻版 五十年代的观点 五十年代就是以来 这些比较左的观点的翻版 而且非常简单粗暴 你把知识分子彻底 没有任何发言权之下 只能让他站队 看齐他这时候不揭发别人 这是人性 你不能把他当作超人来要求 对吧 他不站队 他不揭发别人 他自己就要倒霉 然后最后问题是 你全部搞了一言堂之后 那反右最后倒霉的 就我刚才说的 那饥荒的死的是都是普通人 对吧 所以他这个 这不许人家说话这件事 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 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倒霉 跟老百姓没关系 你说反右跟老百姓有什么 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间接的关系 对吧 你到时候没有人敢说 这个大协计是荒唐的一件事 那最后造成了什么 全民的灾难 不是光是知识分子一件事 然后说你没有胆 王硕也在三雷生活中 说你固准 你算什么 你不如张志欣 对吧 且不说张志欣也是一个女知识分子 他也不是军干子弟 对吧 他讲的话 但是我们不能用 常人不能用一个劣势的标准来说 是你自己没有去流血牺牲 你凭什么要求人在这种 非常的时期 他要牺牲自己 要像张志欣那样 对吧 人家固准就是说 被搞得家破人亡 自己在屋子里搞点研究 理性的来思索一下 这个民族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不能理性的做 结果死后 他的文章才整理发表 他没有到媒体上自己来显摆 你知道 然后人家尊重他 觉得不容易 在那种情况下 他还能够独立思考 做了一些研究 那怎么能 就说这文革就成了固准的事 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省工 省工 我觉得是 所有这些接触的事情 应该由发动者负责的 你要知识分子自己负责 是太苛刻了 当然了 而且最多他是 比如说像我这样50年代过来的人 我的确也检举过人 揭发过人 我还跟踪过人 那是不是了 我还这个都做过 可是呢 这个 我想 对 我觉得最多也是帮凶 你不能 不是原凶 不是出于本性的 当然了 我们要保存自己过关 不能不做这些事情 可是不是出于本性的 我想作为一个整个运动来说 我们还是要再承认 是由发动者来负责 当然现在不是讲究责任 是要讲究协取经验 如果讲责任 应该发动者负责 而且对知识分子的毛病 其实我们都是批评的 我在你这些上面还讲过 北大教授哭穷 那次我是非常反感的 我觉得你不要 作为自己的那点得失 来在那抱怨 对吧 然后最后徐子东还说 你北大毕业了 你对北大还这么苛刻 不是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没有毛病 有很多毛病 但是你不能把问题简单化粗暴化 超越历史来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不合适的 你稍微有一点不同意见的客 就要找到了很残酷的 对 它军事化到什么程度 就是到文革的时候 那江青都是穿军服的 那都是这是最高的政治权威 除了经济上的特权之外 然后毛主席说接见 送宾宾要改名 要送药物 女性都是不要红装要武装 全部是武化的 扫荡文化 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 我觉得这是不能 然后我们当讲那时候 我们先不说 伟大领袖 我觉得我们讲 恐怕他也不是把 他的大院军队生活 当成自豪吧 他是不是也是在讲 我为什么会成为 今天这个样子的人 跟我小时候的这种生活 经验有关系 对他个人上的 我觉得我是非常的理解的同情 包括他说的很多话 但是你不要把一个个人的问题 上升到一个 整个一个阶层的 而包括军队子弟的 后来的一些 你说军队子弟的悲情 我都觉得应该讲 就像知识分子的悲情 你也不要让人家不讲 农民的工人的悲情 大概都有怨气 都有臣服 对吧 这种得失 但是你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 而且你不能说 别人批评了你 对跟你观点不同 你马上就去讨伐 这种攻击性的 我真是不赞成 但是像知识 好比说我最近看一些东西 你像当时法国的时候 像福尔泰这些人 他的知识分子 他提出人人平等 对吧 他靠着他的科学的知识 认识 他提出人人平等 建立民主等等 但是中国几千年来 就是这种所谓 尊卑封建等级秩序 包括知识精英 文言文 你老百姓根本就不认识 所以真理都是在我这个知识分子手里 这种东西 你比如沈公觉得中国知识分子 比如说跟西方知识分子 所起的作用相比 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呢 那当然了 这个中国没有经历西方的一个 这些社会变革的过程 所以我很记得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开始恢复业务 做出版工作的时候 有位李先生 李生之先生 跟我老讲的一句话 我们要向后看 我觉得我取得了很大的教育 怎么叫向后看呢 他说你不要老去研究西方 在做什么事情 你要去研究西方所走过的路 那这个我一看 从第二次大战前后以来 所走过的事情 就像西方学习是吧 这个意思就是像西方学习 对 研究西方所走过的借鉴 这样的道路 我获得了很大的一处了 这个一处 当然了 我跟你们只说 我是商人 你现在都敢商人 我是文化商人 我不是像你们那样学者 我说的一处 包括很大的一个一处 说那些书可以不买版权 因为五十年以前的书 美国自宪会议的记录 可以不买版权 然后拿来翻过来了 以后真正的 但是您这可能被攻击为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扎老师接着 我就说 但是您这种人很可能就被攻击为西仔 那次又涉及到王硕说一个 说香港人说 你们就是西仔 说这鲁迅说的话 鲁迅那才叫厉害 那骂人不带脏字的 怎么叫西仔 那人家要说你是东仔 那他留日的吗 东阳仔 那怎么办呢 而且这种东西就是攻击人特别简单化 像西方学籍就是西仔 那香港六百万人都是假贵族吗 我在香港住过两年 大多数人还是很勤劳的 在那小百姓在那过日子守法的 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化的 然后就是说 比如传统文化 读经 读经就是守旧 就是倒退 那儒家学术有很多层面的 就我跟你举鲁迅 我觉得这个鲁迅的文风 是很成问题的 非常刻薄狭隘的 比如说他这个 他这个读 有一篇文章叫十四年的读经 二五年的时候 张世钊他们号召人读经 他写一篇文章 攻击人 哎呀 简直是不遗余力 又笑贫 又仇富 把这些真心诚意读经的人 全都变 攻击成什么笨牛 糊涂透挺的笨牛 而且你们因为是穷人 所以你们说话反正也没影响 那扩人像张世钊这种 提上读经 都是别有用意 因为现在人心不古 所以你们发财 肯定都是来路不明 你们指引别人渔民读经 你们肯定都是别有用心 所以中国这个事情 传统文化一无是处 最后只能用 他叫强酸剂 酸剂还不够 强酸剂 基本上就呼吁一种 非常暴力的激进的一种革命 你只有打翻 所有一切 旧文化 然后才能得到新生 我这种思维非常偏狭 非常简单化 是 但是我有时候会感觉 它存在不存在 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 生活的痛苦 是因为脑子里 被人灌输了很多条条框框 然后你追索 这个条条框框的缘由 你就会想 要反对偶像崇拜 因为会觉得 中国老百姓 中国人民太容易被忽悠了 但是你的确承认 至少有某些知识分子 他打着某种旗号 招摇撞变 甚至感觉 甚至有点像邪教 忽悠 所以说 他怀着这种痛苦的人 他就会觉得 绝不能容许偶像崇拜 谁要是把自己 觉得自己挺牛 好像要指导人民生活 就得板砖 把他拍了 就板砖 但是他的鲁迅 他又才气又高 他学问又大 最后他又在里面掉书袋板 他说我读了13斤 我可知道这个里面的毒害 他最后把那些人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忽悠 最后就是说只有暴力革命 那实际上这个儒家传统的 这个里面的其他的那些面 名贵君卿等等这些 全都没有了 对吧 然后你之后用这个 我们最后解放后 是霸处百家 独尊鲁迅 都是鲁文峰 讨伐别人的不益于利 然后最后攻击别人的时候 你又把文化又扫荡了 文明传统也没有了 最后不是满街非匕首 那鲁迅那是匕首对吧 最后是满街拍宝专 到文革是满街抽皮带 那最后这个文明传统毁坏以后 你见到的是废墟 并不是一个新的文明的建立 新的平等的 这种理性的探讨的一个 我们最后讨论到底是革命 还是改良 对中国最广大的人民 是好的还是伺的 这个暴力革命的代价 是不是值得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好好好 性情必限的 升升升 我觉得 扎坚英谈的很重要 不过我觉得是 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 倒不是什么 鲁迅当年的批判怎么样了 现在应该考虑的就是 我们已经受一种思潮 一种做法 统治太久了 现在要考虑这个做法 这个思潮对不对 您举的是什么思潮 就是 秦始皇没有了 把秦始皇批倒了 我们又用新的秦始皇的办法来建立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很正确 我们对 我们对党政领导提出来 和谐是 所以我认为宇丹非常精神 对对对 所以你说起宇丹 我本人 我不认识宇丹 我最多认识宇丹 但是余丹是太可爱了 也两面 代才是避兴之 bye 全部也是对嘛 我们说莫丹 规则